大家好 讓我們先來看看這場精英內徹 大砲管隊對上滅飛隊的比賽 滅飛隊在左邊是藍色血條 大砲管隊在右邊是紅色血條 我想一開始最基本的 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才算贏 所以首先先來說一下這個血戰模式的規則 基本上就是要知道怎麼樣 可以把對方最後的愛心術搶過來 因為規則上當你殺了對方一隻坦克 那他的愛心就會累加在你的頭上 你的頭上就會看到數字2 那就是代表你身上背著兩顆愛心 或是說兩條命 要是你又被對方打死了 這兩顆愛心就會落在那個打死你的坦克身上 也就是說他的頭上就會有三顆愛心 因此他可能就會變成大家集火的目標 加上你打得好出現爆擊什麼的 你就會看到有星星跑到你身上 你就會變大變得更好打 所以不是打得好就好 還要想想該給誰打最後一擊 確保打到的愛心不會一下子又被人家給打走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場比賽的地形 這個地形是屬於藤蔓 它是屬於在地形中比較好破壞的 所以在整個進行過程當中 這個地形會被破壞 但要注意的是 只要是還留一個小點的話 那坦克還是可以站在上面 這個地形在整個戰況的中後期 在搶愛心的時候 可以選擇直接把對方打下去 而不用把對方打到沒血 也只會讓戰況在最後變得更加緊張刺激 好讓我們來看看現在戰場上的變化 我們可以注意到上面坦克剛才的胖大 有出現雷迪的字樣代表它要發動大絕 發動大絕以後我們繼續看下去 雙胖炮彈你來我往非常刺激 我們看到滅飛對屌地打到大炮管隊的滅飛 因為地形的關機所以滅飛掉下去了 屌地的頭上也可以看一下它數字變成了2 那這邊說明一下大絕 大絕是木器累積滿100%可以用 打得準累積的速度就會加快 或是直接bonus也可以滿木器 我們剛剛看到了章魚招發的技能磁場彈 因為是對敵方的關係 所以看到的顏色是紅色的 要是自己方的話 這個顏色會是藍色的 它主要是可以讓敵人的受傷加50% 讓自己人受傷減30% 就是一般遊戲常有的一個增傷弱化功能 那我們接著繼續看下去 是輪到滅飛隊進行攻擊 看看他們打算怎麼做 可以看到滅飛因為位置不好被胖大一發打下去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央這邊有一個黃黃的圈圈 那個是暴龍的重力彈 它這個技能可以造成傷害並產生重力場 這個重力場有什麼用 它可以讓敵方砲彈被吸引並爆炸 有軍受到傷害減少30% 除當前回合外持續兩回合 在這個期間 再快速看一下 大砲管隊的身兼有點危險 但有時候其實未必會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一發就會死的情況 有時候會被對方拿來當作最後差一顆星石再來處理掉 當然要是身兼有獲得bonus 或是寶寶幫忙補血 這個戰略就沒有用了 所以就是要看怎麼取捨 剛好大砲管隊有寶寶 也許技能有出來的話 就可以幫針尖補個血 可惜剛才針尖並沒有打出bonus 那之後就要看寶寶的技能部分 有沒有幫忙針尖補血的動作了 PB還是被打下去了 我們再看一下 喔 我們看到胖大打自己 這是因為他有一招技能泛團可以回復自己 那只要打到自己或是隊友 就可以發揮技能效果 我們可以再注意一下 喔 胖大補滿血了齁 那看來是有拿到補血的bonus 這樣看到補滿血 有時候看到真的會覺得很煩 看來針尖一直留著齁 就是要賭沒補到血 這樣子差一顆星的時候就可以輕鬆拿下了 這樣比較不錯喔 因為疫情的關係 雖然暴龍還有血掉下去 愛心一樣掉 稍稍把戰局給搬回來 那我們看到針尖又出手 代表bonus的選擇再來一次 可是因為逆風的關係被吹回來了 我們看到暴龍聰明齁 知道往那個點危險 所以往左跑 那個位置也不錯 上面有障礙物 除了火爆王 其他人要打到他也不容易 滅飛隊已經要快速取勝了 所以揹有兩顆星的章魚燒被鎖定了 那大煙槍也蠻準的 水鬼也蠻準的 因為剛才的攻擊有個暴擊 那因為等一下就會輪到大砲管隊的攻擊了 我們再來看看他們打算怎麼反擊 喔 目前大砲管隊目前沒有任何的動作齁 看來還在鎖定目標的狀況當中 喔 已經出手囉 喔 我們看到針尖的大絕連射 被逆風整個影響 整個打到障礙物上了 那章魚燒的大絕自盲的部分 可惜也被逆風影響了 要是打到的話 造成傷害加上自盲的一個效果 可以兩回的讓敵人看不到旁邊 就沒法打得準了 目前胖大爆擊之後已經Ready囉 胖大也有大絕大肉包啦 等一下後面就有三個大肉包會掉下來 章魚燒看起來差不多了 兩顆星已經沒了 胖大自己也累積四顆星了 喔 要準備收尾了 要準備收尾了 啊 針尖被收尾了 所以目前滅飛隊的戰術是蠻正確的 喔 因為時間倒數的關係 胖大轉向攻擊也被逆風影響了 沒有打到水鬼 以這樣來說 大砲管隊大概就是要先集中 把胖大幹掉才有機會逆轉 這邊要看一下大砲 怎麼打算進行攻擊 目前看一下 章魚燒在這邊復活了 我們等一下看他可不可以 可以攻擊胖大 進行剛才一個戰術的推演 如果章魚燒推演成功 他們就有機會做一個反向的逆轉的部分 啊 章魚燒竟然把自己打下去啦 變成自殺啦 變成自殺啦 所以最後的勝利 就是由滅飛隊取得 我們攻擊滅飛隊 出發 出發